爸 原谅我接下来 要说些不吉利的话 若我有什么不测 请务必 保重好身体 孙叔叔 你这次回来 孙爷爷肯定可开心了吧 这次能待很长时间吗 能是能 但不是在家里 去哪儿啊 我就静明两天放假 后天就要住进科学院 进行病毒研究 之后还会去医线 参与重症救治 那不是很危险吗 对啊 不能光研究不去医线吗 有了参与医线工作的经验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孙叔叔是不是也要去这个医院啊 已经去了 那他会没事的吧 现在去那个医院的大夫 真的都是在拼命 那医生都那么厉害 他们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吧 他们离病毒太近了 可不是呗 你说这天天穿着保护服 干什么又不方便 这别再累出点别的病了 呸呸呸呸 我说的不好的都不显灵 我说的好的都显灵 再说百清那么好的一个人 肯定没事的 肯定没事 肯定没事 就是孙老爷子 不知道多担心 我觉得咱们应该多关心一下孙师 他表面上看着个没事似的 那心里边肯定特别地着急 肯定的呀 但老爷子倔呀 不让咱去看 在单位都不许提这事 要不我去看孙老爷子 孙老爷子也不会骂我 张琪也刚从医院出来 我叫张琪 还有苏年哥 我们一起去 热闹热闹 老爷子 老爷子 我看行哎 我赶紧去酱点牛肉去 明天您给带过去 一厘新增病例 二十一例 一厘新增病例 十三例 新增一次病例 十三例 新增一次病例 十三例 新增一次病例 十三例 闺女长大 懂事了 那是呀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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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一次病例 八例 三期新增病例 二十九例 医务人员 两例 孙爷爷 新增一次病例 二十一例 新增一次病例 二十一例 您中午吃啥了 您中午吃啥了 您不会还没吃呢吧 我不饿 爷爷 您可别减肥 瘦了嫌老 我已经够老的了 孙爷爷 这是我妈 让我给您带的酱牛肉 要不您先尝点 还是要吃主食 孙爷爷 我爸交了点手艺 你要是现在过我 让我试试 好好好 好 那我们走吧 孙爷爷 我陪你下棋 下棋啊 好 孙爷爷 来吃一碗 孙年哥给您做的面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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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来 孙爷爷 你们记得吃面啊 好好好 孙爷爷 再见 好好好 您记得吃吧 再见 再见啊 爸 原谅我接下来 要说些不吉利的话 若我有什么不测 请务必保重好身体